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 如果把全球各地的酒量做个排名 乌干达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个位于非洲的小国家,虽然发达程度全球垫底 但其人均酒量居然做到了全球第一 我们普通人偶尔喝点酒都属于是小酌移情 但乌干达的民众却是顿顿对瓶吹 干掉一瓶50多度的自酿白酒,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喝水一样简单 纵使每年都有上百人因酒精中毒或者甲醇中毒而丧命 但却丝毫不影响大家饮酒的热情 如果有人问他们的酒量是多少 他们会向你竖起一根食指,意思是一直喝 走在乌干达街头,随处可见嗜酒如命的村民 无论男女老少上到99下到刚会走 谁都能拿起酒杯佐一口 就连路边的狗子都能当场献个仇 如此疯狂的喝酒氛围,恐怕战斗民主俄罗斯都自愧不如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调研 将乌干达评为全球人均酒精消耗量最高的国家 也因此在国际上获得了酒鬼之都的荣誉称号 10年26岁的国际记者沙奇马 打算到距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80多公里外 一个名叫卡利罗的村庄一探究竟 才下午2点,村里最高档的酒吧就已经人满为患 男人拿着杯子喝,女人对着酒瓶饮 大家一边玩骰子小赌一琴 一边愿赌服输对瓶吹 60多岁的老太太整杯整杯的干 70多岁的老大爷续玩一杯又一杯 女人们脱鸟脱鞋并排坐在草席上 一边带娃一边饮 时不时还给怀里的小娃娃整上两口 并解释说这是俺们村祖传的生长激素 为了欢迎难得一见的白人小伙丽丽考察 村长金可拉用矿泉水瓶装了些酒 让记者品尝一番 沙奇马盛起难却只能和大家干杯畅饮 村长补充说 喝酒是俺们村民保持活力和年轻的终极秘诀 你看这些帅哥美女 都是饮酒才保养的如此完美 这所谓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酒是江中水越喝越貌美 喝了这瓶酒咱们一生一世做朋友 然而面对村长的一片吹嘘 沙奇马却心里直犯嘀咕 因为大家都已经喝得忘乎所以 比如这两位大哥已经喝出了反祖现象 幸亏旁边的两位师弟及时劝阻 不然他一会肯定要去找金箍棒了 再比如这两位老哥 喝到尽兴时才发现原来彼此才是真爱 正所谓停车坐爱奋离晚 兄弟缠绵一整晚 你喂我一口我再喂你一口 最后在对方的公主抱里酣然入睡 让这些非洲小伙醉生孟子的白酒 不是茅台也不是二锅头 而是乌干达当地村民自己营养造的一种香蕉酒 名为瓦剌吉 虽然在度数的把控上不太精准 但基本都在50度以上 他们本地人只爱喝这种酒 啤酒对他们来说就像水一样枯燥无味 瓦剌吉的酿造全部由女人操作完成 因为她没有工作 还得承担养育孩子 包括生活费学杂费的责任 甚至有时还得养着自己整天醉生孟子的丈夫 所以酿酒是他们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唯一途径 卡利罗村这间人气酒吧的老板娘 名叫马沙基 她经营这家店已经有八年之久 而自己独特的酿酒工艺 也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 马沙基每周一都会去镇上挑选新鲜的香蕉 通过雇佣万能快递小哥奥德标 将数百斤香蕉运回到自己的村落 紧接着它把香蕉埋在地下一个星期 等待其变黄成熟 成熟后将其包皮并放到水槽中 用干草将香蕉的汁水挤出 再将过滤后的液体混合酱母粉 发酵一周后就能得到大众饮品香蕉酒了 为了提高酒精度数 马沙基还会利用一款简易的蒸流器 将香蕉酒原浆的蒸汽冷凝成高度白酒 并滴入到一个汽油桶内 再静置保存一个月 至此美味的瓦剌鸡就算做成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饭点 随着一只前几天刚被抓住的野山羊缓缓入场 酒吧里的气氛瞬间来到了高潮 虽然酒局已经从中午进行到了下午 但现在才算真正的开始 几名屠宰村民将山羊牢牢固定 随后开膛破肚剥皮取肉 几名厨师则忙着分解成肉块 串成羊肉串准备烧烤 伴随着烧烤火堆的吹烟鸟鸟鸟升起 村落酒吧正式步入嗨点 在酒精和羊肉串的刺激下 大家高声呐喊欢呼雀跃 时不时还会吹吃牛皮 喝酒前我是乌干达的 喝酒后乌干达是我的 爱要怎么说出口 倒在杯里都是酒 一口一口又一口 喝死我都不放手 为了表达东道主的热情 村长金可拉还特意将山羊的两颗荔枝 穿在一起送给了记者沙西巴品尝 甚至许久没出镜的摄影师 都被特意邀请干了两杯 酒过三巡 热烈奔放的酒局逐渐落下了帷幕 眼前这些倒在街头 已经醉到不省人事的黑人小哥们 都是乌干达当地的酒鬼 今天这场从中午喝到了晚上的酒局 他们人均起码喝了三斤五十度的白酒瓦拉吉 苍蝇在嘴唇上爬来爬去 他们毫无知觉 家人努力将其搀扶更是绵软无力 这横七竖八的醉酒场面 把记者沙西巴看得瞠目结舌 然而村长金可拉却解释说 在乌干达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可以没钱花 可以没饭吃 但绝对不能没酒喝 当然在乌干达像酒吧老板沙西巴那样 正规经营的老板并不多 很多黑心商家为了获取利益 不惜使用劣质的原材料和蒸馏工具酿酒 比如近乎腐烂的香蕉 秀气斑斑满是霉菌的铁桶等等 甚至为了满足量的需求 黑心商家会把蒸馏出来头酒直接出售 头酒中的甲醇含量很高 喝了很容易导致中毒 甚至上吐下泻双目失明 政府虽然在法律文件上早已明文规定 想要酿酒必须伴有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 并对酿酒的公益流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但在乌干达 这个政府几乎没有话语权的国家 这些法律条款纯粹是纸上谈兵 告别村落后 记者来到了首都坎帕拉 附近卡塔扎的一家大型酿酒工厂 这里的酿酒环境 肮脏得让记者差点晕绝了过去 与其说这是一家工厂 还不如说这是一处垃圾处理厂 里面到处黑眼睁睁 垃圾和泥巴伴随着污水在地上流淌 酿酒用的蒸馏器更是满身锈剂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都是刚刚出土的古董 记者跟随工人来到了位于地窖中的除酒室 虽然是暗光环境里红外线拍摄的一项 但依然能看到酒桶表面厚厚的一层霉均 虽然卫生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些酒的价格并不便宜 一斤瓦拉吉要卖到16块人民币 这对当地民众来说已经算是一种高价了 不过为了拓展市场 商家会选择使用这种小瓶壮锦售卖 一瓶只要600仙令 折合人民币一块钱 然而虽然冒着极大的死亡风险 乌干达人还是沉迷于这种白酒无法自拔 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一天三顿都在喝 甚至在青少年的成人礼上 还把酒量当作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 乌干达嗜酒如命的社会现象 成为了国家社会发展巨大阻碍 再加上领导人在管理上的不作为 以及政治派系之间的内斗 这更是让民众陷入到了贫穷和绝望的情境中 可能对乌干达人民来说 生活太苦 唯有喝酒才能让自己感到些许的快乐了 好了 喜欢别人评就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太长带你见识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